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很高興我的LINE粉絲團呢 已經超過500個粉絲了 感謝大家的厚愛 今後呢 每週一到 週五的晚上八點了 劉奶爸網路行銷八點檔呢 會持續為大家播出 那今天呢 要回答一個網友的問題 他在LINE的這個粉絲裡面 他直接回覆一個問題問我說 他是一個大盤商 然後他 批了很多保養品的產品在販售 那以前呢 他們都會去用團購網 賣東西 可是他發現團購網的那個利潤很差 被抽趴的那個比例非常的高 被抽佣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在團購網上面賺不到錢 然後 他找不到一個比較好的 購物商城的平台 去架設他的商品上架 然後我就問他 那你在團購網 賣的好不好 他說 還好 但是 就是賺不到錢 量可能還不錯 可是賺不到錢 那我問他 那你覺得你成立一個購物商城 自己做一個購物車 你就可以把東西賣得掉嗎 他說 不確定 喔 不確定嘛 對不對 這就是問題啊 很多人都以為說 我今天只要有個工具 然後我把東西放上去 有一個自己的購物車 自己的網站 東西就可以賣掉了 喔 那真是天方夜譚 如果有那麼簡單的事 那就不用講網路行銷了嘛 對不對 你就自己弄個網站 你看自己 有人很 有些公司他們是花大把的金錢 請人家客製化 打造自己的購物商城 自己的購物車耶 可能花了上百萬上千萬耶 可是呢 死掉啦 對不對 所以重點並不是說 你今天有一個購物商城 你就可以賣東西耶 他只是一個管理的方式 讓你比較簡單 但重點是 你這個人有沒有知名度啊 你這個商場有沒有知名度啊 你有沒有自己的粉絲群啊 如果你都沒有的時候 你東西怎麼賣得掉 誰要給你買 誰要給你買 品牌不是你的嘛 假設我今天賣的是SK2保養品 可是SK2保養品 不是只有你在賣啊 別人也在賣嘛 對不對 除非說你這個網站賣 真的比別人還要便宜 但是 下場一樣啊 便宜就沒有利潤 然後形成一片 跟產業的惡性競爭廝殺 結果還是一樣 賺不到錢 我跟他說 你要一個購物車 你的需求只是要一個購物車嗎 對啊 我購物車就可以了 他還不care說這個 這個東西能不能賣掉 他只是覺得說 他要購物車 有一個自己的購物車 我說很簡單嘛 PCOM的商店街 他算是一個購物車嘛 可是 可是 他回答我說 PCOM的商店街 他只是一個做廣告的地方 他不算自己的網站 喔 不對喔 PCOM的商店街 他算是自己的網站 因為他可以掛你自己的網址 那你說他只是一個廣告的地方 錯了 那裡面有上千家的商店 所以他不是一個可以廣告的地方 因為你那個商店開了之後 並沒有什麼廣告效果 所以他達不到你想要的廣告效益 你如果沒有自己去做網路行銷的話 那一個商店開在那邊 就只是開在那邊 沒有人會去的啦 因為好幾千家在上面 那我自己也有在商店街啊 如果你沒有去做行銷的話 那個網站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流量的啦 沒有人會去曝光你 所以不要有那個錯誤的觀念 一定要想一定要先想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沒有自己足夠的粉絲群 如果沒有的話趕快去收集 如果沒有的話趕快去收集 收集到LINE的粉絲群目前最有效 收集到FB的粉絲群呢 要打廣告付費才比較有效 LINE的粉絲群呢 目前沒有人數的上限限制 但是重點是落在於 你怎麼跟這些粉絲經營互動 你怎麼跟他們互動 經營彼此的關係 讓你的心願感提升 然後讓人家覺得你的東西不錯 我想跟你買 我喜歡你 這個人 這家店 如果你都還沒有思考到這一步的話 你只是想做個購物車的時候 我相信失敗的機率非常非常大 失敗機率非常大 現在的購物車沒有多少錢啊 你去外面買現成的購物車軟體 線上駕購物車的系統 一年了不起 一萬多塊吧 就已經有非常好的功能 包含你去申請這些金流機制啊 刷卡啊 分析付款啊 這樣一年應該不會超過兩萬塊耶 那而且版型還可以讓你挑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如果是 如果你要想知道這類資訊的話 在我的學員專區我會告訴你 一個人在街上 那個人發聲對 你負責去方便 可以找到這類資訊的 而且還是可以吃一百個 或者是負責到這類資訊 然後就打到這類資訊 你也有什麼挑戰